登山步道常見的雙葉絕 葉片上隱約可見建築與屋頂 暗喻城市文明更迭 大自然依舊生生不息 藝術家余季濤的重生系列 以植物為創作題材 其中這幅名為家的作品 運用古典油畫技法 捕捉光影中植物生長律動的美感 在廢墟的牆面中 展現強韌的生命力 原本真的是一個著家 但是因為後來我附近的那個馬路 它要進行駝關的工程 這個房子後來就被剖成一半 然後我就覺得 原本是從人類的住家 然後變成植物的家 那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然後我後來就想到 有一個靈感 就是聖經的一句話 就是一代過去 然後一代又來 然後地卻永遠長存 對 就是這句話突然就是給我一個靈感 就是說這些房子 你看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那它有可能會被拆掉 或是有可能就廢棄沒有人住 但是這個地就是大自然 但是這些植物呢 卻生生不息的還是這樣子 長出來 然後去富裕這個環境 這幅名為出路的作品 靈感則是來自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 古代恐龍與現代汽車 出現在同一個畫面 隕石上代表蘇美文明的符號 透過壓克力顏料 表現出時間感的濃厚意象 其實每個物種 牠該活在什麼時候 或是說 譬如說我們人類活在這個時代 恐龍活在很久遠的時代 每個物種都有牠自己的出路 牠有自己的方向 那不是我們仍能去決定 而是 而是可能是造物組 或是說這個環境 決定牠在什麼時候出來 牠就是在這個時候出來 對 我們不能去干預牠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時間的感覺 這個恐龍曾經出現在這裡 也許幾百萬年前牠在這裡 但是現在不在 所以有現代的東西 又有古代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符號文字 常在裡面 那其實我要表達概念就是說 沒有這個 這個隕石就代表了說 這個文明即將會誕生了 就是從這個樹莓的文明到現在 就是我們人類的文明 余季濤重申各展 即日起在日地藝術 展出至6月26號 因疫情關係 彩石名制預約欣賞 歡迎喜愛藝術的觀眾朋友 前來感受藝術家筆下 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